拽起铁牛穿越大唐 山林道中的突厥蛮子 就像那蝗虫过境一般 乌泱乌泱的往上冲啊 靠你个成胖子 真是好生不要脸 上阵杀敌不怎么样 这吹牛皮的功夫倒是一流 呦呼 黑探头 你就是嫉妒玩比你杀敌多 哼 放你娘的狗臭屁 你杀敌多 你个成胖子除了提着一把破斧头 满处瞎跑 哇哇乱叫 你还能干点啥 呦呼 黑探头 俺看你这死又想逃打了 你要是皮眼了啦 你就跟俺说 俺给你松松皮 我怕你个黑胖 我正愁那日没有杀爽呢 今日就拿你这个成胖子开刀 有杀气 有杀气 老成 你咋着不小心 你看衣服上沾到菜叶了 来我帮你取下来 哎呀还真是俺可真是老了 这尼玛国际还没看成呢 你们两个不是要打吗 怎么不打的 来人拿两把刀来 让两位国公对着看 给大家火速度性 别糊弄 被剑血压口 真喜欢红色 这俩人真是大唐的国宝呀 陛下 您看咱们的上这沙底 为国立功的面子上 就饶了咱们俩这次啊 是啊陛下 我们俩看大家无聊 闹着玩的 您别当真啊 你们两人今后若是在敢胡闹 朕绝不轻饶 这两个国宫真是一对火宝啊 太医 坏传太医 陛下 将杜大人交给我吧 我应该可以医好他 铁牛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一定要保证 克明的生命安全 陛下放心 我一定尽力 怎么样了 杜大人 这是费劳 而且已经持续几年了 费劳 四四秒 你不是跟朕说 可明并无大碍 这费劳 你又怎么跟朕解释 不解入侵 大唐威王 杜大人怕您为了他的事分心 便哀求威臣 不要将此事公之于众 威臣也是没有办法 要怪 只能怪威臣诸顿 无力回天 将杜大人从鬼门关中拉出来 那你告诉朕 可明还能活几年 三年至多三年 三三年 怎么会这样 陛下莫及 杜大人这费劳 不一定没有办法医治 你 你说什么 你再跟朕说一遍 李二愣愣地看着铁牛 难以置信 费劳自古以来都是不治之症 一般的了费劳 就等于宣布了死亡 陆大人 这费劳知己 我可以医治 不过要费些时间 但总归能治好 这驸马爷还真有 起死回省之能 费劳 说之便知 我没听错吧 驸马爷说 他能治愈费劳 他人比人该死啊 文韬五略 书吧琴姬 娘就医书 这这还有傅马爷 不会的东西吗 傅傅马爷 您真的能治愈费劳 可以 先将杜大人 抬到一个安静的屋子里 此处过于吵闹 不利于杜大人休息 孙大人 您若是想探讨费劳之急 可以随我一同来 好了 我可爱的傅马爷 傅马爷 这费劳究竟如何医治 费劳 是由肺部热毒引起的 只是比较严重罢了 先用针灸抑制 杜大人费劳的加重 随后便吃用药 麻黄汤 大青龙汤 作为辅药 可明 你感觉怎么样 谢陛下关心 微臣 微臣感觉好多了 可明 你真是糊涂啊 你得费劳之急 如此重要的事情 你为何不予这做 不是已经够让陛下掏了 微臣不愿陛下 因这些小事分心 小事 这是小事吗 陛下 杜大人刚刚醒来 身子极为屈弱 您还是少说两句吧 好吧 那可明便交给你们了 只是他这费劳 陛下放心 病情已经稳定了 根除只是时间问题 驸马爷 您不必安慰我 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而且 这费劳本就是不治之症 这混小子没活你 他有这能力 你就在这安心歇计 这明日再来看你 谢驸马爷就命真 杜大人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 要且也得等你好了 再谢不迟 秦铁牛 血人贵 王权策三人 神兵天将 不大杀之将青 网狂蓝鱼几道 斩协力 百突军 守大唐河山 顾大唐百姓 其他各军将士 亦是血染沙场 首家魏国 皆是当风 魏国征战 致死方秋 天天是 水果没有 快给朕宣指 是陛下 朕因好先之纯令 封开国南 秦铁牛人 咸阳俊功 捕捉大将军 正二品 十亿三千户 封区人贵为财伯伯 中武将军 正四品 十亿千户 封王权策为财伯伯 过武将军 正四品 十亿千户 封令尽封封尖尖尖尖封秦书 爹 你看到了吗 台尔做到了 台尔一定让薛家重振荣光 牛儿 你真是太得舅舅长脸了 舅舅以你为荣 富马爷 富马爷 富马爷等等了 陈将军 可是 不是 我们一起走 与富马爷在一起 总是让人心情愉悦 程咬金说着 说着 胯下的马又像铁牛贴了贴 不知道从哪搞了一匹魔马 试图勾引试图 富马爷 您也小看我这匹骏马 据说是霸王像铐胯下 踏卷物贴的后代 您看这毛发 扮着色色 扮着健壮的体型 与您胯下宝马 简直就是天到地式的一对 您看您这宝马 多孤单 曾将军 你这是 还想让他们两个培养 培养感情 找个机会配一下 吓了崽子 这你马 这是个大韩国 共干出来的事吗 但凡长了个人西瓜 也这么的不至于 干出这种事吧 还特么的找个机会配一下 这承咬金真是没水了 连试图都不放过 试图仿佛听见承咬金的话 打了个响皮 竟是有些不信 踏动的马蹄又加快了几分 而承咬金胯下 劳魔马尖赤索加速 没用它催促 自己便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 一副花吹响 你们看这骏马 精明得很 懂识的姐 重胖子 你真他娘的无耻 连驸马爷的坐骑都不放过 你还要点脸吗 你给安国一遍拿去 怎么哪都有你这个黑探头 俺跟驸马爷交流感情啊 给你有个批关系 我特么的 怎么没想到驸马爷的赤兔呢 虽然得不到驸马爷 好歹也要把赤兔拿下呀 重胖子可真是太他娘的精明了 这种下三岸的招数都能想得出来 程胖子 你就是不要脸 驸马爷 您别听程胖子瞎掰 什么踏雪乌锥后代 那踏雪乌锥早跟霸王在乌江河畔自吻了 他家马场什么德行 我还不了解 你仔细看看 他跨下那老母马 一身的杂毛 驸马爷 我不是吹 我家马场轻疑色的骏马 像个月刚搞到极匹纯种的汗血宝马 黑探头 你手他娘的污面 坐马爷 骑制一次配一匹马是有些浪费的 这么得 这两个大唐独公真是奇葩 还一次配一匹马 可有些浪费 还能这么玩呢吗 这都哪跟哪啊 为什么这两人能干出这么奇葩的事 老铁们订阅点赞和分享 就是我的动力 下一集更加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o